黑人陈建州日前在脸书上分享了一则自己投资理财的文章,标题为 黑人在30岁买下人生第一间房,穷小子到工艺家的他始终保持正面能量,认为理财就像篮球赛,想要赢球就得攻守兼备 内容提及自己的成长过程和投资理财术,以及他多年来关注工艺,为工艺活动发生等事迹 文章中提到,陈建州理财有数,在30岁生日当天买下人生第一间房子 不过,有网友看到陈建州转发的文章后,却重提他2009年投身Love LiveT恤公益一卖的争议 质疑当初捐款账目爆出不清一事,皮,账目不敢公布,难道是拿去买房了吗 不过,有网友给予陈建州支持,认为他努力又上进,如今还跟老婆范范是了一对双胞胎儿子瑞飞瑞祥,简直是人生胜利组 夜死热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